第九题 年假出油到处人挤人 交通事故也相对增加 汽车常装有安全气囊 阿瓜在书中查得资料 当强烈碰撞时 瞬间引起下列反应 注意反应式尚未平衡 所产生的气体快速充满气囊 可以达到保护车内人员安全的目的 此叠氮化钠的分解反应式 平衡成最简单整数细数后 生成物的细数总和 碱气反应物的细数总和是多少 所以这题是要考我们 化学反应方程式的平衡 那这里有NaN3 会产生Na加N2 老师说过 把最复杂的系数当作1或者是2 我们把这里当作1 1的话这里有一个钠 这里会有一个钠就平衡好了 那么这边有三个蛋 那么这里是两个蛋 两个怎么变三个 所以要乘三分之二分之三 但是这样子就平衡好了 但是这样子呢 并没有所谓的最简单整数比 所以我们通用要乘以2 所以变成2NaN3 产生2Na加上三个N2 那么他说要把我们的生成物的系数 叫2加3就是5 要扣掉反应物的系数就是所谓的2 所以5减2就等于3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一题的答案呢 我们要选的是珠3 好我们把生成物的系数总和 减去反应物系数总和的时候 答案选珠3 谢谢大家 好